Bell 跟我說 你有沒有留意千禧世代 我媽車邊都是千禧世代 我真的有龐大的消費 我是否考慮自己的日常生活 其實我應該是找到投資主題 其實消費一直都是投資主題 這麼多年 由我們小小的開始看股市 一直到今天 消費都是最重要的一個trend 但現在的消費trend 說是人在哪裡呢 其實是這一班千禧 千禧是什麼呢 千禧不是20歲而已 千禧是由現在21歲 今時今日21歲到40歲 這個群組叫千禧 它有23億人 很多 是的 23億人 到了2015年 即是4年之後 其實千禧在4年之後 會佔這班人 他們就變成25歲至45歲 大概 這班25歲至45歲 在4年之後 他們會佔全球 上班的人75% 大部份賺錢的人就是這班人 所以他們的消費趨勢 他們的喜好 變成所有生產任何消費品 或者給服務的人 最緊張的群組 你要知道他們要什麼 因為他們佔了最重要最重要的 他們在賺錢 他們又在賺錢 所以這班人究竟喜歡什麼呢 我們就要用很多心機去研究 譬如你 你平時用多少是Digital 有多少時候你是Physical 你可以想一想 究竟現在這一代的人 跟我們之前說過X Generation X 還有再組一些很有錢的那班Bitcoin 其實是很不同的 他們會很重視一些數碼的東西 他們很重視那個社群 你想要買一件東西 或者你要做一個投資 所有人都跟你說Bitcoin 你可能就會去研究Bitcoin 你一個喜好自然 就會跟回這個community 這個東西在我們這一代 我是Generation X 我們是不會有這樣的出現 我們要做什麼投資的決定 我們自己看得很清楚 會做很多研究 但是現在不是 現在是一個社群的時代 所有的東西都是要share 在這個前期 很多都是sharing 什麼都要共享 坐車也要共享 很多資訊也要共享 而且很肯積積極去學一些新的東西 我看過一些資料 略佔全球的人口20% 其實也是亞洲區的勞動人口 佔比最高的一群 使得起錢 因為我亦都想到 Bel說這個投資概念 我都想到 究竟這班人經歷了什麼 例如96-01年間 互聯網轉型和快速增長的期間 這班人其實一直經歷著這件事 之後中間又會有一些 很大的世界 譬如911事件等等 然後COVID 其實他們都比較影響 很深 因為很多其實已經有家人 有小朋友 他們都很關注未來的環境 生活 所以我想如果這班人佔大比數 我們去研究 他們其實一些生活的pattern 和他們的想法的時候 我們就可能會找到一些投資的主題 會不會是 我會很關注環境保護 我很特別在乎 究竟公司會不會為我們創造 真的有社會責任 管治那些 那個主題 其實我們是不是應該這樣做 沒錯 而且這兩年 真的很流行ESG 由2019年開始 你看到環球的投資 去基金那裏 就是ESG相關的主題 是大部份的錢 沒有ESG那裏 都拿到錢 但是只有三分之一 去到ESG方面 投資產品的錢 是大概6500億 但是其他沒有ESG 那裏收到的錢 都是22000多億 是三分之一 所以那個分別是很大的 要告訴你 現在有投資者 今時今日 華視的人 他們是很重視這件事 就是環境 和那個社會 是不是有社會責任 跟著是那個社會的管治 企業的管治 他們是很介意這些 所以這班千禧人 就是說 在他們的education 從小到大 他們對於這些事 是比較介意到 好著感 再加上 我們又經歷了COVID 現在都還未完 對於那個環境的衛生 和保護 就看得非常重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